接下來代表的就是燙壞了 沒有 其實我 我覺得燙完之後也會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像我已經燙了一個月了 像剛燙完的時候 其實它捲度都很漂亮 可是燙了一個月之後 它就開始毛了 對 它就開始毛 就如果我沒有做任何的造型 我任何的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像燙我們要到底抹慕斯 還是抹什麼 還是抹 再次跟大家聲明 因為這件事情我已經講過很多遍 但是其實大家還是會有一點分不清楚 你只要後面你燙的時候 後面有一台機器在加熱 那個就是熱塑燙或溫塑燙 因為它有很多名稱 可是那個好 我們統稱叫它 它是有溫度燙出來的捲度 跟你比如說我們說的冷燙 就是以前媽媽在燙的 你會有一個比如說ET 或者是蒸氣造作加熱 ET就是一台機器加熱 或太空 對 帽子加熱而已 那個不叫做溫度燙出來的捲度 那個叫冷燙 好 OK 它為什麼要解釋這麼清楚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的燙髮的造型品 選擇會關係到你捲度的呈現 還有它保養 比如說GG他說 他頭髮就是感覺很乾 他抹完造型品還是很乾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是 你後面每一個捲子 都有用電線加熱的這一種 它一定要用乳液狀的 它不能用慕斯 我都用慕斯 慕斯抹完之後頭髮會越來越乾 慕斯是給那種冷燙 要蓬度的 有一個罩子 對 罩上去的 加熱的 要給冷燙使用的 因為熱塑燙它是因為高溫塑型 所以你選擇的造型品 要非常非常重 如果你選擇對了 你抹上去它不只是造型 它還可以幫你做保養 你烘完出來的捲度 應該是要軟的 但是如果你熱塑燙用出來的捲度 應該會鬆鬆的 散掉的 乾乾的 毛毛的 那是不對的 所以選擇的東西 亂用 所以是我插錯了 對啦 但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燙了之後 就變成我如果想要這個捲度 我必須每天早上起來都要洗頭 是 OK 有兩種 沒有 有兩種 有一種是 你選對造型產品或保養品 你用完烘乾或是你根部吹乾 尾巴自然乾 到隔天你就可以不用整理它 好 有兩個整理方式 因為其實這種整理東西 其實是真的要講非常清楚 不然消費者會混淆 比如說我今天我只是想要 讓頭髮捲肚在 可是乾的不要像這樣是毛的 對 好 洗完頭 用完潤絲或護髮對不對 對 先抹油 再抹水 又不用沖水嗎 沒有 這個都不用的 就全部你護髮沖乾 沖乾之後 沖乾淨了 對 沖乾淨以後 出了浴室了 出了浴室 還沒有穿衣服 頭上還有毛巾的時候 對 因為謝謝金美姐提醒 因為這個真的要講得很清楚 然後你就要先抹油 再抹水 好 毛巾拿下來之後 先抹油 不要吹乾 先抹油 再抹水 好 為什麼 因為當你頭髮濕的時候 你抹上油 在噴水的時候 你的油是被水跟水包在中間 第一層是你洗沖水的致癌水 第二層是你抹上的油 第三層是你有保濕跟抗熱的水 所以你乾了以後 它的捲度是軟的 而且是有光澤的 我是譬如說這一搓 噴完油 馬上再噴水 還是整顆頭都噴完油 整顆 然後濕濕 這樣濕濕 順了以後再噴那一瓶水 對 這是保養的 然後才烘乾嗎 對 才烘乾 然後另外一種 你就是一定要選擇是這種 就是它是 它烘完之後 不會硬 然後捲度會很鬆 也不毛 尤其它是乳液狀的 然後它質地很輕 因為其實說實在 針對熱塑湯出的造型產品不多 維持捲度的這個不多 所以這個東西會比較難長 對 所以我現在幫你用 直接用這一個 然後烘乾 讓妳看它的差別 好 就我 覺得這個地理君的狗 牠們的毛都比我好 就是我們現在洗完頭 對 模擬一下它洗完頭 然後也把護髮素全部都噴完了 那要吹乾嗎 沒有 它是要用烘乾的 然後它現在模擬就是說 它現在洗完頭了 毛巾拿掉對不對 對 對 毛巾拿掉 漂亮 頭髮還微濕的時候 頭髮還是濕的時候 然後直接 真的好像乳液 對 它真的是乳液 對 它是頭髮的乳液 不是身體乳液 然後妳抹的時候 對 妳就是手指直接這樣剝 對 好 妳現在抹完了對不對 然後尾巴這樣抓一下 好 老師這個乳液需要避開髮根嗎 要 任何造型品都要 然後這時候還有一個 一個重點要提醒大家 我們用烘罩烘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很多人不喜歡用烘罩 是因為烘完會毛 對 但是妳烘的時候 我先講完再開 妳烘的時候 比如說Gigi的頭髮因為短 它只要直接放著這樣烘 就可以了 好 那我要換下一區的時候 一定要關掉 因為妳沒有關掉的時候 風會把妳其他的短短的頭髮 全部吹上來 它就變毛了 所以一定要記得 這是小小的tips 對 好 妳烘的時候頭可以一點斜 一邊邊 對 如果妳今天沒有要烘 妳就是直接這樣蓋住 烘就好了 好 Gigi是已經不需要烘了 對 我們就 我們會烘 對 因為妳看我這樣上面 就沒有小小的頭髮吹起來 對耶 真的 它不毛了 差不多 因為我的這個風很大 對 這是專業用的 吹風機 然後因為Gigi的頭髮很乾 其實它已經吸收了 對 因為它很乾 然後其實妳看我這樣把它剝開 就膨了 沒有 它是亮的 而且沒有毛 對 它是亮的 然後最主要的測試是它的瀏海 因為它瀏海其實尾巴已經有一點 Q 那個溶氣了 那妳瀏海我們就直接試 好 瀏海就不用那個紅皂了 不用 不用 瀏海也要擦乳液 尾巴有差一點 對 不然妳的瀏海的髮質已經溶去 妳看 妳看它的瀏海這邊 對 我吹乾了 妳看它這邊 它的髮質變好了 對 這是它原來的 對 差好多 好 那我要根部如果要讓它再鬆一點 就是直接頭低一點 然後就是這樣 根部左右Z字形膚蓋 好 好好看 然後重點妳可以摸它是軟的 對 它不是硬的 因為我之前這邊就是脆脆的 對 脆軟的 這邊就鬆鬆的 然後再來它捲度會很明顯 設計師幫它燙的捲度紋理會很明顯 這個是沒有烘的 它就是整個亂掉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熱縮湯 你要用乳液的原因是 很簡單 它其實等於它就是幫助你 把毛皂的頭髮 還有妳的捲度的紋理 歸位整理乾淨 對 整理好 然後髮子 髮子也不會乾 差超多的 太好了 熱縮湯的朋友 一定要用專用造型品 才能讓頭髮保濕有光澤 使用烘罩的時候也要定點烘 才能維持就像剛燙好時 一樣的美麗捲髮 最後老師 妳有沒有什麼話要勸勸音符的 是的 用頭髮流長再來吧 是 因為其實剛剛我進來到現在 我一直在看音符的原因是 因為她年紀應該很小 不小了 不小 可是因為她有個娃娃 妳幾歲 我33 還好 可是很小 沒有 因為妳講很小 我以為我就是20幾的 可是妳那個頭髮不適合她 很成熟 對 非常不適合 妳這個頭髮很像媽媽 真的假的 我老實說 對 她很像媽媽 她的頭髮 如果按照長度 妳跟GG應該差不多對不對 可是 沒有 她比GG短 短一點 可是如果音符 看起來像兩個娃娃頭 妳看起來比GG老 對 為什麼 寶生可以救我嗎 第一個 她的長度 應該要再長一點點 對 然後再來 頭髮的弧度不對 弧度 妳下來 對 我下來跟大家解釋 好 弧度 需要假髮嗎 我 對啊 我化妝間有好幾頂 她的頭髮好 妳頭髮不少 對 我髮量很多 為什麼看起來很少 真的OK 看起來很少 因為她的臉面還看起來好少 妳摸到洗頭髮 有 她的尾巴是虛的 對 妳打薄 對 我髮量超級多 錯了 妳看起來頭髮超少的 真的嗎 我跟你講 妳打薄打錯了 是喔 對 妳的髮量如果剪短會超好看 因為她髮量很多 頭髮也很硬 妳才會有那種 國外那種就是包伯頭那種厚度 可是妳現在薄到很像就是 沒有那個 我不會講那個感覺 如果她是有 妳看 她有這樣的弧度 而且好意思 然後妳不要瀏海 我不懂為什麼妳要瀏海 因為我額頭高 所以間都一定會有瀏海 好啦 那妳也不要這個 妳不要瀏鬚 對 剛剛好像太虛了 對 然後她應該是要這樣 我都還沒有動 其實妳頭髮很多 對 妳講她頭髮又硬又多 然後又粗 如果她一天沒有洗頭 跟妳講她頭就有了 真的 對 因為她是應該要天天洗頭的人 好可惜 很可惜 打太飽了 對 妳在打 直接放棄了嗎 我跟你講 如果妳的膨度起來對不對 妳就可以剪到哪裡 這裡 她就可以剪到這裡 這樣就不會 因為她太虛了 妳甚至都可以剪到這裡 反而要剪更短 剪更逆路二 因為妳的尾巴 條件那麼好 對 這樣反而年輕 對 或者妳可以剪 妳看她這樣就可愛了 對 不會覺得累累 我剛剛就是覺得她累累的 就是真的 然後妳瀏海 然後 對 然後把它剪到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真的 因為其實說實在 她的薄頭髮 上什麼卷都不好看 因為尾巴是虛的 我會跟大家建議就是說 如果像她這樣的話 妳就是千萬不要把頭髮 打那麼薄 妳只能用 我弄一邊給大家看 就是妳只能用整理的方式 不是 但她這個過程 過程 我現在就要跟她講她的過程 還是買帽子 去買夾髮 我那邊買幾頂帽子 對 先沒剪新戲拍完以後 那個夾髮我接收了 沒問題 沒問題 擋一下 擋一下 因為她剛剛一撥頭髮 就是厚的 厚的 對 一撥就能弄得那麼虛 基本上 對 看不出來 我們把頭髮分兩層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一層 它不要有弧度 妳有自然卷的 對 我有一點自然卷 這裡下擺 全部 都是直的 對 然後讓它尾巴有一點點往外翹 然後上擺 膨一點 然後妳不要分中分 妳不適合中分 那我要整個旁分嗎 有一點旁分比較適合 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邊妳看 對 它調完的 然後不要有瀏海 讓它不要有瀏海 對 整個亮起來 對 然後其實它這邊 都應該要再短一點 我不建議它有瀏海 說實在 這樣好亮 我真的不認為妳額頭有高 對 妳要看我的額頭嗎 沒有 它也很高 沒有 它額頭是寬 妳是寬 不高 對 妳是很高 妳只要兩邊有層次上蓋上 就很好了 我會建議 這樣年輕好多 年輕啊 半個年輕 10歲有沒有 像20幾歲 真的 對 我們這幾歲 我一直都留錯了 會否不小心層次打太高 那就利用板架 將內層夾枝 外層夾蓬 來度過尷尬期 這樣調整分線 就可以減010歲喔 要緊露 我會說 就看到歸紀錄 來度過尷尬 真無聊 有期間 成功 成功 100 成功 好